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陈寅 大陆成千上万的乡村 随着整体经济发展 也开始一系列的振兴改造 在浙江德清县的三菱村 这里有丰沛的湿地资源 吸引了各种鸟类栖息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和台湾团队 联手在这里 打造出了一个万鸟园区 还在旁边开了一间乡村风的咖啡厅 很有星巴克的感受 而现在这个小村子 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黄昏夕阳染红天空 上万只百鹿 卷飞归来 盘旋停在村中的树梢上 四周石面碧波荡漾 如湿如画 这里是浙江湖州市的三菱村 这个白鹿回来了 你看它进来进来进来 它会进到这个树林这里来 然后那个地方停得差不多满了以后呢 也往这边停了 就要停这场一样 万只百鹿龟巢的壮观景色 每天都固定在三菱村的万鸟园内上演 三菱村是湖州市德清县里的小农村 距离杭州市区开车约一小时 近两年来 原本扑植的外观 改头换面 变成最美乡村国家级3A景区 这是浙江农林大学的马教授 和从台湾过去的王老师 偶心历险的称获 像我们台湾在北部会放天灯 祈福晚会 祈福的人他点一个灯 或者是走这个平安桥 爱心桥 很好的 很有仪式感 整个山林村生态丰富 有上万只的白鹿及各式鸟类 栖息在这里 而所有的乡村改造 都是由这个白鹿样为中心来规划设计 村子搭起清水平台 淋水栈道 木植布桥 将整个万鸟园 咖啡馆等景点串联起来 废弃工厂 改建成创业园和咖啡厅 这是王老师在三菱村 第一个代表作 那个神经病开一下咖啡馆 肯定要倒 三个月就会倒了 但是后来我告诉 这些身边的伙伴 我说我们开咖啡 我们开咖啡馆 我们是要卖给 来这边玩的人 让他找到一杯 他享受的咖啡 让他停留地做 在台湾原始营养师 也投资咖啡店 王老师希望将自己的生活 美学艺术 应用在这个美丽乡村上 先从经营咖啡店开始 后续着手规划改造 但要让原始农村 接受新文化可不容易 问题是语言不通 交通不方便 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必须要抽烟区和进烟区 然后你必须要服务至上 你要把细节提升 你要做不一样的 你如果做一样 你肯定会被取代 整数秋天我们要把它移进去 对 因为它是南方的树 这个不适合放外面 希望乡村振兴的同时 注入台湾精神 王老师资深到这个小村庄 将近两年 尽力融入当地生活 甚至还开辟了自己的开心农场 我有一个自己的后花园 属于自己的农园 这边政府的协助 然后台湾朋友来 他可以看到 原来我没有种过这个 像这个玉米 那我也可以弄得很好 透过村民协助 王老师栽种当地少有的秋葵 水果玉米 还养了小动物 打造蔬食原生态 不过初来乍到时 经历改变的阵痛期 双方难免有观念落差 如果你比如说戒烟 开始的台湾朋友 就会想着就比较理想化 就会我戒烟 那你们就不抽烟了 但四种五种 没那么听话 后来大家说提出来 那么留出一间还可以洗 其他就不能洗 现在马教授和王老师团队 完成乡村第一期改造 从原本外人 绝少来旅游的农村 都现在每年可以吸引十万游客 村子里的收入 从每年七十万人民币 五年内增加到两百万 积增近三倍 带动年轻人返乡 更吸引十几个青创团队进驻 作为本村人 我觉得确实带动了 我们村里面的经济发展 然后包括像 我也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了 然后这样刚好离家又近 然后又可以在这边工作 本身我对咖啡这块 也比较感兴趣的 我觉得挺好的 大陆成千上万的乡村 靠山吃山 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产业面貌 在浙江宁波 来自台湾的连锦华博士 也用全新的观念与技术 协助农民开创新生机 因为天气的关系 有台风吧 所以病害就比较厉害 这样子啦 明年如果再像这样 现在我再给你试试 那个新的那个菌种 头几年我们也不习惯 用了以后感觉还可以嘛 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可能加到葡萄 利用天然发酵施肥 栽种有机葡萄 让葡萄售价能够翻倍涨 就是看准现代人对健康的渴望 最近这三五年来 对于少部分人 要求好的人来 慢慢出现了以后 你的水果没有特色 他根本不要吃 对于种植物来讲 卖好价钱 代表什么 他有好收成 所以就有少部分的农民 看到这种市场 他就去精工细作 种出好的品质出来 有别于北上广深 农村其实记录大陆发展的 另一种轨迹 这里跟城市一样 有创意也有创新 也跟城市一样 有着台湾客界 辛苦耕耘所踩下的足迹 眼光离开北上广深 您可以看到更多元的 大陆产业面貌 像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为世界遗产的五一山 除了山光水色之外 产业也是别具一格 无论是严查 建展 都是非常别致的伴手礼 单单去年一年 观光带动的产值 就高达大约1400亿台币 以绿为本 逐渐发展成观光产业链 甚至成为 营建都市的核心理念 青山连绵与雾缭绕 峭壁拔地而起 气势磅礴 周曲西一路蜿蜒 武夷山的千姿百态 逐渐舒展 我们现在呢先往里面走 去跟他去我们的 看一看茶叶的生长环境 跟他所说的最徒劳最早的茶树 讲到武夷山 少不了见识这一株 原生盐茶大红袍 母株只剩这六颗 凡人渴望不可及 在我后面呢 就是武夷山大红袍的母株 现在只剩下六颗了 而当地政府对他的保护呢 除了为他投保一亿元人民币之外 从2006年开始也禁止采摘 幸好此地 税气渗透盐缝之中 是上好盐茶的生产地 这种吸收了土壤中含铁矿物质 香气逼人入口醇厚的明茶 炭火重焙 是让香气定型的关键工序 以100度的高温木炭加热 撒上炭灰控制温度 翻动茶叶让受热平均 逼出盐茶的奇特滋味 然后这一道程序 差不多就要背道很迫 然后40分钟发 烫焙 盐茶比较特殊的 盐茶在厚重的口感之间 又爽口回甘 透出鱼韵 被誉为盐谷花香 行家称之为盐韵 让爱茶之人欲罢不能 好茶不能没有明斩相称 也因此孕育出历史上著名的茶器 剑盐 这个古代用这种生斗的 点茶用的最多 当地的黏土来自剑阳 也是饱含铁质 会烧出赤铁矿的晶体 自然形成各种斑纹 甚至出现摇变 以往被视为神品 深受日本人喜爱 剑盐它是先放到碳口上去烤 烤到它可能自身 已经200度300度的时候 再放在桌上来点茶 拿布包着包放在桌上 然后你把以前的水 100度的水 放在那边烧好之后 倒进来之后 它可以自身蓄热很久 剑盐会反复热量给水 要拉出一个好的剑盐 拉胚时 手的稳定度跟力道 巨为关键 挤出胚土空气 拉成柱状体 再用手指仔细塑形 师傅驾轻就熟 实际体验才知道功力所在 断速有点快 当然没这么容易 拉胚之后是上右 而右将使用前得用机器把沉淀的矿物搅拌均匀 调整浓度 时间拿捏更在师傅的一面之间 稍稍摇摇 不能停太久 就得出来 如果停太久的右将太后它会开裂 所以说用科学技术 掌控窑窝的能力大幅精进 进展不像以前那样神秘 但还需要工艺大师 坚守传统使用柴火 每一次开窑 师傅依座分箱祭拜 感念土地 有的要历经百年参商 他还在使用 那么我们作为新的机能人 我们要上一下下 是表示我们对上一代的将人 上一代的窑族 还有以前做窑的这些师傅们的辛苦劳动 一个尊重 在古装剧的推波助澜之下 店展又回到了年轻人的视线里 偶像加持 传统的器皿 甚至宋朝时的点茶技法 都成为了一种复古的新时尚 这种免费的宣传 可让建阳的店家乐坏了 老祖宗留下来的上好记忆 这些年来备受冷落 逢朝一起来 建展一条街 顿时身价反掌 我们建展不太认识的 特别是年轻人 他有喝茶的 基本上中年人比较多 然后年轻人他就 这下我知道了 看到我这边有点茶的培训 点茶的器皿以后 他就这个东西我知道 电视里看过 我家什么电视里看 是不是知否知否看过 他就对对对 宣传建展的建阳 还是礼学大师朱熹晚年的长居之地 宋明礼学深奥优为 一般人难亏究竟 倒是被朱熹奉为宗师的周敦仪 爱连说出淤泥而不染 大家都说得上两句 连花季过了 莲子倒是正当令 而在这几乎家家户户 都在贩卖朱熹老家的白莲子 要晚了吗 一定都要起来了 莲子该有50 手工剥皮吞衣 铁丝通去苦心 过程好功废识 可可饱满的五福白莲 是当地的特产 温光客因珠希而来 却总会带着几包莲子而走 名山名人特产 租成了自成一格的产业布局 而一个全新的都市建设 也即将开启 正在建设当中的五宜新区 在五宜山南边 渐阳以北的辽阔区域 就是迎建新区的地理位置 目标成为民北重镇 但所有产业进驻 必须提升环保标准 生产过程中没有废水 废气的一个排放 生产过程是绿色环保的过程 另外这个产品 在使用过程中 可以多次循环使用 从山水到产业 从农产到工业 从传统城市再到营界新区 寓意长存 总有用之地 苗栗令草工艺 曾经是台湾引以围绕的产业 随着工业化时代来临 手工编织逐渐势为 在院里有一群年轻人 回到家乡 找回高龄工艺师 组成地方妈妈手作军团 把设计师的创新点子 做成了多元化的商品 古典时尚重新流行 团队把商品 迈向欧洲和大陆 还编出大明星的令草礼服 苗栗令小镇 乡村角落的创作空间 一粒粒令草香气 四处飘散 金黄色的令草 在布满皱纹的手中 穿梭翻转 表带渐渐成型 资深工艺师正在处理 来自各地的订单 苗栗令草工艺跨出台湾 打进大陆 日本和欧洲市场 主编和大宝带 都同样的方案 因为我们这个不同样 我们这一家一家 那些主编和大宝带用起来 这就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要传承下 如果不太适 五十年前 茂西产业正值黄金年代 远离小镇家家户户的妇女 擅长编织 台湾曾经一年生产 一千五百万顶草帽 但随着工业化时代来临 传统令编技艺一度是为 我们这最后要有缩编 刚才来做 我缩编缩不去 不知道要怎么做 就是同样 可以来最后的缩编编 每次都想起来 这传统的季节 不去就不去 当然很高兴 文艺复兴运动在小村落兴起 一票热血阿嬷参与 邻居主角是这群返乡青年 两代人马加入令草学会 目标要让目落产业重生 那我们把很多的妇女妈妈 从相夫教职之中 或者是工厂的 车缝的工作之中 找回来到社区 所以我们在开始 做产业的复兴呢 其实是每个妈妈们 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拉拔 让这些记忆 再从记忆的深刻当中 找回来这些手感 院里的这个炼草呢 叫做三角炼草 那其实由于它的横切面呢 它就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跟其他的工艺材料比起来呢 就有很大不一样的差异 在于它的韧度 吸水性 以及晒干之后草的香味 老工艺新生 特产植物重建农地 院里特殊的冲击扇平原地形 适合三角栗草生长 收成的季节得靠人工收割 确保品质 采收完成还要经过三周曝晒 令草日光浴过程 设计师跟着一起下田 紧盯风吹草动 当初一开始进到学会来工作的时候 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 遇到了令草的收割 因为令草的收割 除了简单的收割摆放以外 任何的折痕都是尽量要避免的 要托平均 不然如果托小平均 一支的花就再托好 这个玩意很严重 这个西草的步骤 把原本正三角形的令草 依照作品需要 分成粗细不一的材料 接着再用木锤打松令草 处理复杂的工序 阿姨们渐渐找回手感 一开始这个团队资金短缺 没有通路 开拓市场成为艰巨任务 团队只能想办法 引进创新活水 主要就是可以结合布料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水桶的包包 然后可能上面还要再加一个配件 年轻设计师住点小镇 画设计图再交给工艺师 做成成品 传统令编草席 平平整整就是完美作品 但创新的手提包 圆弧形还带花纹 挑战工艺师极限 因为这种东西只有传承 都母女之间传承 它没有任何的书籍 文字叙述都没有 所以其实在早期 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哇 阿姨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这个上下拐 就这样 然后下拐是这样 跨越代沟 地方妈妈持续突破 编制技法 成功让令草 以不同样貌 出现在市场中 苗栗乡村公益 在社群平台引起关注 还受邀帮女星舒淇 定制礼服 手作令草虽然无法大量生产 却能接下客制化订单 拓展产品用途和客群 团队也透过参展机会 两岸交流 把作品迈向大陆市场 我们知道大陆的浙江这一边 有他们在地的令草的产业 不过由于编织的方法 跟种植的物种有所差异 所以跟台湾的 我们本土的这个三角令草 其实有不太一样的产业模式 那所以为了吸引到这一些 可能商机也好 了解到对方 发展的一些流程也好 我们也去参加了一些 商展类型的活动 传统工艺结合时下流行元素 跨世代的合作 要把令草工艺编织出 更多元的产业面貌 体育活动也是两岸 经常交流的项目 包括了篮球 棒球 都有许多现役或退役的选手 到大陆寻找更大的舞台 而台湾的橄榄球教练 也在大陆开枝散叶 协助许多学校成立橄榄球队 从大学到小学 两岸的球队都经常相互切磋 以求会有 快捷短船 严防死守 体育场上正在举行的是 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 英式橄榄球交流赛 身着红白上衣的是 具有悠久历史的台北剧院队 他是1966年成立的 是台湾第一个俱乐部成立的 在台湾业界大名鼎鼎的林志肖 曾经是一名球员 参加过橄榄球的世界杯 更是两岸橄榄球交流的首批见证者 1992年来这边打这华远杯 算是记忆人第一次 算是台湾队第一队来到大陆做个交流 1992年台湾橄榄球先驱林正代 来到大陆帮助培育大陆第一支橄榄球队 北京农业大学橄榄球队 同年8月台北居然队来到大陆 参加北京华远杯橄榄球赛 巧的是当时身为球员的林志肖 与北京农大的队员竟然释出同门 那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取萌教练那个 林正代老师林佳生老师来这边发展 之后才有这个橄榄球 如今橄榄球运动渐渐在大陆风靡起来 各地相继成立了职业俱乐部 而这一次两岸交流赛的幕后推手 就是一帮热爱橄榄球的福州小伙子 在这个橄榄球这个项目上面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站在台上勘坦而谈 周路生口才一流 同样是位橄榄球好手 有别于大个子球员靠着蛮力拼杀 他的灵活速度常常成为赛场上的制胜八宝 其实大家对这个活动有很多的误解 到了112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变 我们既然不能让更多人来马上打橄榄球 那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橄榄球 2010年吴露生与另外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创办了福州第一家英式橄榄球俱乐部 为了改变一般人对橄榄球的刻板印象 吴露生让英式橄榄球在电视 报纸 网络等平台曝光 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自动找上门 通过公众号加入咱们的俱乐部 你当内心就特别激动你知道吗 感觉是要找到组织了 小校刚从沈阳城市学院毕业来到福州 曾经在校队打球 来到俱乐部让他重新找回在赛场上 冲锋陷阵的感觉 规则不同让英式橄榄球显得绅士许多 但在竞技场上大部分运动都免不了肢体接触 因此安全防护也是俱乐部的必备课程 我们这个橄榄球有经过训练的人 他的甩倒是这样 他的身上是夹紧的 然后做一个滚动把这个盥形示范 这样就不会伤到我们的膝盖和手腕 如果担心这种冲撞身体会附和不了 英式橄榄球中还有一种叫做处式更加温柔 不需要身体的对抗 强调速度传球与拳队的配合 这种橄榄球运动具备的广泛的参与度 越来越多的女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想锻炼一下 然后正好孟老师说要组建一个球队 然后就被叫去玩一下 透过吴露生和一群橄榄球爱好者的努力 如今福州已经拥有三支橄榄球成人队 以及一支青少年队伍 他自己所在的俱乐部也从四个人扩大到150多人 斐然的成绩没有让吴露生止步 今年福建省橄榄球协会还跟台北巨园橄榄球协会签署共建合作协定 并聘请台湾的青年教练员走进福州的中小学推广橄榄球 走绳子不要拔球 台湾教练张正琪受聘的第二天就来到福州京港湾学校指导学生们橄榄球练习 虽然是第一次与橄榄球亲密接触 孩子们却很有心得 第一次见到橄榄球跟足球不一样 它就是比较拓圆就比较难接 然后跟足球又比较硬 这个项目运动项目很好玩 我觉得不是单单我们在享受 而不是单单这个几个人在享受 而是要让基层或是跟小的朋友了解说橄榄球这个运动 是大家都可以玩的 27年前台湾橄榄球教练博下的种子继续在两岸交流中开直散业 而吴陆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在两岸橄榄球员的努力之下就想运动遍地开花 接着带您到东北 在长春著名的魏满皇宫博物院 至今依旧保留了近代的建筑风格 也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奢华生活的遗迹 反映了他任人摆布的无奈人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拼金记 我是陈寅 我们下礼拜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